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佳准在台北人安 今天能够看到很多资讯 如果没有机会和大家当面见面的深入问题 我也想会很遗憾 今天是想增加一些除书面能够得到的资讯以外 更多的资讯作为今后工作的一些参考 现在就请中共办公室接管 再来按照这些议程 谢谢各位大家 以下有对今天早上这个会议有下个几项结论 第一点中部办公室的同仁 在这段时间因为升迁受到冻结 影响到各位的权益 我本人表示非常同情 也就是刚才我给大家提到说 人事法规上有很多呆板的 是不是可以有若干的调整 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谈到 占星条例的时效 影响到将来 我们组织调整 能不能够在 有限度的时间以内完成 影响到整个中部办公室 或者是调整了以后的机关的合法性 那么我们请大家争取立法院 能够尽早的来审议 中央政府机关组织法和原额法 这两个法案 那么我们才能够使这个中部办公室 今后的调整能够比较容易解决 那么组织调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一个工程 在大家的努力下 那么使政务在这个战型条例 能够顺利的推动 运作也还算顺畅 那么在这里也再进一步的感谢大家的辛劳 刚才各机关所提的意见 请各机关主管机关 在继续推动这个改制的工作的时候 都纳入研究规划的参考 那么在做组织调整作业规划的时候 要考量未来业务发展的需求 要有前瞻而整体的作为 来检讨调整的原则 业务性质相同或者临近的部分 应该加以整合 还是要能够把握组织再造的 这个基本的精神 刚才的报告 谢谢各位 也谢谢各位新闻媒体同源 谢谢 现在呢 假如不赶快加速进行 事实上有50% 公共工程有50% 也已经在开始发包动工 我想假如能加快速度的话 应该会好一点 比如说像这个校舍 灾区校舍重建 我们跟教育部协调 灾区校舍重建 总共要花100多亿元 在再去重建 那现在目前都在 尤其是在这个国民教育的部分 目前都还没有动工 因为还在征选建筑师 然后来进行规划 那我们跟教育部协调 还有公共工程委员会 来协调 发现这个时程还可以挤压 教育部也非常配合 我们譬如说本来应该到明年 这个年底才能够做完的 我们想挤压 往前提四个月 那我想这时候啊 很多灾区的人力啊 应该在重建的时候 应该都很多可以进来 我想可以部分解决 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根本之际啊 恐怕还在于那些 更基本的问题 因为很多灾区的民众 他为了土地的问题 为了贷款的问题 都定不下心来 事实上 假如他 他们能让他们定下心来的话 那我想在就业方面啊 他们也会更积极的去拓展出自己啊 自立 自立的自己站起来的这个信心啊 所以我想那更根本的问题 是在那个土地跟贷款的问题 在土地方面啊 我们最近开过的会啊 是这样啊 就是比如说埔里 他在做这个土地见解的时候 一般接受申请案件 可能县政府也是一样 他可能要可能要80天 但是呢 我们最近协调就是 由这个各县市啊 的人力 尽量掉进来 希望7月啊 都不能掉进来 我们希望把这个80天啊 把它压低到20天 第二个土地方面的问题 是大规模的土地重测的问题 总共啊 目前啊 南投县跟这个台中县 还有其他的县市呢 合起来至少超过9万笔土地 需要重新丈量 需要做土地重测 我们已经协调这个 内政部地政师 还有土地测量局等单位啊 结果第一次谈 没有谈出具体的成果 那个不是没有谈 有谈 但是时间太晚了 我们觉得不满意 他们是说因为这个土地测量局 现在有各个小队 他现在在全国各个地方 做土地重量的工作 不可能说现在马上停下来 全部过来 所以他们说 希望能够从10月才开始 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一直觉得 还是太慢 还是太慢 所以希望啊 在开支会 我们请这个地政师啊 还有土地政师 再来把这个时间再往前压缩 看看可不可以用那种 有一部分在那边 把他未了的事情完了以后 大部分还是赶赴灾区 把灾区当作优先来处理 我们在一个礼拜内 要把这个事情解决啊 也是往前来提升 假如 这两个部分啊 都顺利完成的话 我们7月会紧密来盯这个进度 我想对土地的建界 土地的重测的部分啊 应该提供相当大的帮助 那这样的话 对取得建造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想 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 接着就是集合住宅的处理 集合住宅的处理 也是在执照的核发上面 也相当大的困难 而且目前 暂行条例里面 虽然有这个社区重建基金 但是还未设立 所以 集合住宅的部分啊 我们现在以编列经费 我们就是目前就那个有希望 而且当地的住民啊 可能达成和解的 或者有共识的部分 我们来编列经费 来协助他们做 修复补强的建议书 而且我们来促成 这个一些示范的 集合住宅的这个 整建的完成啊 那希望能够来带动 他们来做 另外一个就是贷款 你现在假如土地没问题 取得建造 但是你要贷款的时候 还是有困难重重 就是牵涉到 其中一个 可能就是担保品不足 担保品不足的问题啊 我们已经协调 赠灾基金会 合拨 拨下这个30亿 而且在下个礼拜的董事会里面 来正式 确定 拨下来 这已经同意捐赠 30亿 那我们啊 在这个 前两三天啊 我们在行政院啊 已经请着中英银行 还有财政部 都来沟通过了 都协调好了 就是开完会以后 他们就马上调银行团来受训 来举办说明会 就是怎么样让这个低利贷款 赶快能够出去 这个部分啊 我们想应该在 应该在七月中以前 就可以开始来 做这种信用保证的工作 这是贷款部分 不过我们觉得 在土地跟贷款部分 恐怕问题不是 不是这几个问题解决的就没事 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 以地异地的问题 比如说那个土石流区 危险区 你要给它安置的问题 这是签收到土地的问题 你现在以地异地哦 我今天看到 这个报纸啊 那那个我没去参加 就是他说签收到以地异地 假如你的工地 你的工地的价值 比这个私地的价值太高的话 还不能以地异地 那有这方面的问题 非常麻烦 还有政府帮它找到的地 土石流危险区的居民觉得 那是河川地 可能不太安全 所以怎么样来进行这个沟通啊 做一地异地的工作 蛮困难的 还有都市更新方面啊 也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们现在都希望说 这部分啊 可能要靠暂行条例啦 我现在再举两个例子 给大家做参考 一个是九份到三哦 九份到三 它的这个地啊 它也不是全岛 它也不是半岛 但是它是在那个九份到三 那个危险的坡地上面 那它可能就没有办法 进行这个贷款的业务 所以这时候它有没有办法 他们想集合起来 找一块农地 那在一块农地里面 按照荣发条例 它只有十分之一的容积率 那有没有办法 在暂行条例底下来扩充 让他们来集合建屋啊 这些问题哦 好像都要回归到那个暂行条例 要不然也是动弹不得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七月中 把这些暂行条例里面 可能牵涉到的死角 我们要把那些死角 把它这个拿出来 大概这些方面 其他有一些个案的问题 我想刚刚几位委员谈的 像鹿骨鸟园 九份到三的征收的问题 国家艺术村啊 还有公共工程 是不是不能删太多 应该再回复 有没有特定的 可以再复议的这个过程 这些事实上我们 都有一些方案在那边 我们也许用个案的方式 来另外列管啊 然后我们来办理 再跟各位委员答复 我简单 就这方面 我们采取一个问题 想办法能够解决突破 不希望今天开完会 一百几十个问题带回去啊 三个月以后 还是一百几十个问题 那就永远解决不了了 因为土地借鉴 就是测量土地 借鉴呢 是房贷建造所有的基础 那现在没有人 没有足够的人力 那我刚才跟内政部张部长 这研究呢 这是第一个 我们先要把这个问题解决 把借鉴 就是测土地测量的能力 要无能够解决 如果说公务员不够 说不能用 不能用这个什么尾商 外面的人 或者是学校里面 这个各工专土木 学测量的人 不是 我想用什么方法来 法令的僵化 不然是有些问题了 而我们总是有办法 要去解决它 这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们的后面的房贷也好 建造也好 才能够往前走一步 所以我请这个游副院长 协调各个单位 包括内政部 其他单位 还有这个是法令规章 限制的一些单位 把这个问题先要给它解决掉 无论如何尽快的 那么如果这个推动委员会呢 是要因为工作很多啊 很多人广是现在等待的这个案件 可能就是几千件 几万件在那等 那你要给它做个筛选 说哪一些放在最前面 哪些是放在这个一步步往上 你不可能同时 大家都真的同时 同一天做也做不出来 那么这个要有个规划 把这个问题先求解决 好不好 然后我们再谈了后面的这个问题 那么重建的工作呢 前头万序啊 前头万序 那么今天 有两位中央民意代表在这里 今天是因为台北 有很多重要的法案审查 礼拜五的院会啊 很多立委要来的 都是因为他们党团在动员了 所以他就没有能够 今天没有人来参加 那他们两位呢 是代表两个大的这个在野党 我就要在这里提出呼吁 今天没有一件事情 是不要钱可以做的 不要钱可以做的 第一个问题 灾后重建所需要的预算 我们检讨以后已经没有办法在年度的税出 税入税出里面去负担了 所以刚才地方政府的首长提出来 是不是要用特别预算等等 因为 填灾所发生的重建所需要的预算 如果放在年度的预算里面 一定会排挤挤压这个年度预算 所以刚才提出的所谓这个特别预算 或者不叫特别预算 是为了救灾所附加税 就是说在营业税里面 每一这个几年 四年或者五年 每年加百分之多少 那么这个刚刚可以拿来做这个 做这个重建之用 那么这个不是我们发明的 其他的国家都是用这种方式 他们不用特别预算 就是附加税 那么加州的地震 日本的地震 都是用附加税的方式来调 这方面请两位委员呢 将来在这方面能够能够能够协助我们 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